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有请行演播的 刘新武揭秘红楼梦 揭秘古本第29回 第30回 4月26日 是遮天大王圣诞 第27回里强调了 4月26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第29回里 这个日子又被提了出来 贾母带着一大家子人 去往清虚冠打叫 清虚冠的张道士 见到贾母以后 有这样的话 前日4月26日 我这里做遮天大王圣诞 人也来得少 东西也很干净 我说请哥来逛逛 怎么说不在家 贾母替宝玉解释 果真不在家 遮天大王 佛 道理 都没有这么一个神仙 这个名目 耐人寻味 这个遮天大王 也是4月26日的生辰 这一笔 我认为也不是随便 那么一写 也是真是隐去 假语中存 实际上再次暗示 宝玉的生辰 正是4月26日 那天大官圆里好热闹 他上午一直在姊妹群里 下午去了冯子英家 实在分身乏术 不可能再往清虚冠去 遮天大王 应该是影射宝玉 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 概括宝玉是 潦倒不通事物 鱼丸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章 哪管世人诽谤 于国瑜伽无望 古今不孝无双 就是说 它是一个不能称天 更不能补天的古怪存在 王夫人向黛玉介绍宝玉时 则说宝玉是 镊根祸胎 混是魔王 后面第73回 写宝玉听到贾政 可能问他功课的消息 便如孙大圣听了紧箍咒一般 当时四肢五内 一起皆不自在起来 更直接把宝玉比喻为 美猴王 这些文字都在说明宝玉 实际上是个遮天的角色 第29回极为重要 这一回可能成文较早 展现的是贾府的清虚冠打叫活动 是80回书中的几次大场面之一 贾母率领荣国府女眷 浩浩荡荡 往清虚冠而去 书里开列出了太太小姐 以及跟随的丫头们的名字 这是一次 我们熟悉荣国府丫头群的机会 过去 一般人对《红楼梦》的了解 多半就是个宝代悲剧 不大注意曹雪芹对丫头族群的特别关注 就是谈及丫头 也无非是几个戏份最多的 如秦文 习人 子涓 婴儿等 其实 还有很多丫头 都是值得读者记忆的 她们都是弱小的生命 都有自己的生死割枯 我们的想象力 可以从作者写出的 往未及写出的艺术空间里延伸 达到情不情的大关爱 大悲悯的人文境界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这样一桩贵妃做好事 贾母亲去捏香的大型宗教活动 王夫人竟然不去 她为什么不去 我在林黛玉家产之谜一讲中 有详细的分析 这里不再多讲 简单来说 《红楼梦》里不但有大政治的投影 更有家族政治的内容在焉 贾母打击王夫人和薛姨妈 正是为了防止王氏姐妹两人 夺取家族的大权 我在之前的章回里面说 这两回里写宝钗烦躁失态 还不仅是因为 原非的止婚意向落空 实际上是按写宝钗 参加选秀受挫 之前说过 贾母跟张道士说的那番话 我们千万不能误解 林黛玉和贾宝玉 就误解了这句话 就在这一回末尾 写到二玉因误会又闹起来 而且这一次闹得最厉害 曹雪芹也就在他们闹气的 这一部分文字里 开中国白话小说 心理描写之先河 把几个角色的内心活动 极其贴切细腻地刻画出来 横向地去跟外民族 同时期的小说相比 就细腻地心理刻画 这一点上来说 《红楼梦》应该是处于 遥遥领先的位置 曹雪芹特别写道 贾母对二玉闹气的强烈反应 我这老冤家 是那市里的业障 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 不省事的小冤家 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 真是俗话说的 不是冤家 不惧头 几时我闭了眼 断了这口气 凭你两个闹上天去 我眼不见心不烦 也就罢了 偏生不厌这口气 贾母说这番话时 自己抱怨着也哭了 面对这样明确的描写 我们还能相信 高厄叙书里 贾母赞同支持凤杰搞掉包计 冷酷抛弃林黛玉的那些情节吗 很显然 通过这回的情节发展 已经浮脉千里 就是贾母在生前一直为二玉的婚事保驾护航 后来她生命之逐熄灭了 咽了气 王夫人薛姨妈面前再无障碍 待遇又顽固了 二宝才得以成婚 有年轻的读者来问我 你说贾母不同意二宝的婚事 又说贾母与王氏姐妹有矛盾 可是书里写了那么多 贾母喜欢赞扬宝钗的细节 又有那么多贾母与王夫人薛姨妈 说说笑笑的温馨场景 这又怎么解释呢 人因为年轻 往往不安人情世故 莫说古代那披上礼字 温柔面纱的社会家庭里 人们之间惠明是一把火 暗是一盆冰 嘴上抹蜜脚下使伴 时时开展着微笑战斗 就是已经昌明许多的今天 各个利益集团之间 有利害关系的个人之间 有时也会呈现出这样一种 大面上过得去 甚至相当友好 而骨子里却妒忌排挙 进行隐性竞争的复杂情状 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鉴于人性的复杂 以及利益相左 各方会在某些时段 暂无冲突 因此互相所表现出的亲和 又往往确实是真诚的 《红楼梦》除了审美功能 还有认知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 理解 复杂的人际关系 和深邃的人性 第29回里关于贾珍的描写 也常被一般读者所忽略 因为在关于秦可卿的故事里 特别是交大罪骂 喊出爬灰的爬灰 贾珍形象的负面效应 相当强烈 以致一些读者 总是简单化地 给贾珍贴上色狼 坏蛋的标签 其实曹雪芹对贾珍的描写 是立体化的 这不是一个扁的形象 而是一个圆的形象 在这一回里 贾珍展现出 作为组长 在子植被前的威严 在张道士前的应变能力 以及在老祖宗面前的乖巧 他为情绪贯打叫活动 提供的后勤保障工作 是周密的 优质的 这说明 他有组织能力 和号令魄力 书里有段情节 写到他在道观前庭 以贾荣做法子 严命军令 下的其他子职 纷纷到位效力 谁也不敢乘良懈怠 那么 被他族长威严所震慑的 都有哪些人呢 1957年版的通行本里 说有假脸 语文新课标 必读从书的《红楼梦》 这一回里 也说有假脸 都是不符合曹雪芹 原比原意的 假真和假脸之间关系是平等的 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而且在这次打教活动里 假脸是不必出现的 假真所号令的 只是一些子职和平辈的穷亲戚 周慧本根据可信的古本 在假真贺令仆人教训假荣后 将文字选择为 那假云 假秦 假平等听见了 不但他们慌了 并且连假辩 假黄 假裙等 也都盲戴了帽子 一个个从墙根下 慢慢地溜上来 前三个是草子头背的 云秦前面已经有所描写 假平名字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估计他后面还会有戏 后三位是与假真平辈的穷亲戚 值得注意的是假黄 第十回写道 他的媳妇黄大奶奶 跑到宁国府去 奔享理论 最后演其息鼓的故事 这个假黄以及他的媳妇 包括他媳妇的寡嫂金氏 金氏的儿子金荣 都可能会纠葛到 八十回后的故事里 第三十回 我在前面特别地分析 认为是通过五场连贯的戏 将贾宝玉人格的五个层面 凸显了出来 最集中最充分地显示出了 曹雪芹的写作天赋 这里不再重复 只是要提醒读者两点 一 宝钗戒善 鸡带双敲 那段情节里出现的丫头 以前的通行本全作殿儿 周慧本却判断 以殿取名 无此礼义 从而遵从杨藏本的写法 做靓儿 垫是蓝紫混合而成的深蓝色 靓是漂亮好看的意思 我个人的想法是 这个地方给这样一个 无辜垫背的丫头取名 特意背里用了垫子 以斜垫的音 也是可能的 在第27回里 宝钗使用金蝉脱鞘的方法 使得小红误以为黛玉 听去了她的私密 80回后 估计会有小红因此与黛玉 不和谐的情节 而这个被宝钗发怒 只吃的亮耳 也很可能在80回后 不利于宝钗 曹雪芹写人 写人际关系 写人情 人性 用的都不是平面 单制的写法 她写出了人生的诡决 人性的复杂 这是我们特别需要 去仔细体会的 二 王夫人歇中 觉听见 宝玉金串二人的调笑 突然翻身起来大怒 这段情节 在洞悉了前面所述的 那些王夫人和贾母之间的矛盾后 再来细读细思 就越发显得真实 金串的轻挑 其实是一贯的 早在第二十三回 写贾政王夫人 召见宝玉 及其他子女时 就有一笔描写 王夫人对她的轻挑 以往应该就有所察觉 但还能够容忍 但是到了这一回 所写的时段就不行了 金串在第三十回里 胆敢那样跟宝玉轻挑 前提应该是 她有服侍王夫人的经验 知道以往这个时候 王夫人是会睡踏实的 她哪里知道 围绕着清虚冠打觉 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使老太太和太太之间 发生了几乎 接近表面化的矛盾 原非给二宝 指婚未成 薛姨妈从清虚冠回来 把贾母那段话 告诉了王夫人 王夫人能不心服气躁吗 那几天里 她能睡得踏实吗 她翻身起来 打了金串一个嘴巴子 还骂道 下座小娼妇们 好好的爷们 都叫你们交坏了 骂得固然是眼前的金串 潜意识里 未必不浮现出戴玉的影子 贾母针对二宝所说的 不是冤家不惧头的称语 传遍了贾府 她心里能不窝火吗 第32回写道 金串被她撵竹后 寒齿投井 她为表示慈善 打算把为戴玉 过生日做的新衣服 拿去给金串当庄国 这是什么样的心理 那个社会那种家庭 如果真心要赏赐丫头新衣 拿出银子 连夜就能赶制出来 怎么会飞往戴玉的 生日衣服上去打主意呢 再联系到更后面所写 她撵竹秦文 理由之一就是 秦文的眉眼 像戴玉 贾母那句 只要模样配得上的话 对她来说 显然如此扎心 而且轻狂 想到二宝婚姻受阻 而轻狂女子 却有贾母保护 会成为宝玉的正事 她肯定是 连日寝室不安 王夫人一怒竹筋串 的人际矛盾背景 和人物心理背景 经过这样的戏毒戏品 我们应该更加的 动若观火了 大家好 感谢观看